今天带动大市就是中特股 看到中特股升上来 都带动国子和恒指 现在恒指最新的升幅 都维持到300点流上 首昏在16200点以上 虽然市升得很不错 但是都有股份要逆市急挫 这一节就和Patrick谈论 新东方系 看到其中东方阴选 虽然已经转型做直播大货 但是下一出来业绩差都要挨沽 最多的时候跌过1.3% 现在都跌8% 另外同系的新东方 就在升6% 新东方是上日收市之后 他们都出了业绩 就是11月底子的中期业绩 我们先集中说下跌的东方因素 收入方面看到 他按年就升3.4% 顺利要大跌5.7% 又不派息 经调整的顺利都要跌1.5% 高盛出了报告去评价 就说好坏参半 收入是对板的 但是纯利就比预期低了超过一成 又说期内GMV的交易金额 57亿按年是升19% 都符合预期 不过经调整经营日利率 就跌至到20.1% 就比高盛的预期低了一截 今天急跌是否明显 盈利能力和市场预期有明显的落差呢 对于Patrick你来说 和你的预期的落差大不大呢 其实都大 我想最主要有两点 那GMV的增长来说 都比预期是弱一点 那这个来说呢 也都不是太难去理解 因为始终来说呢 整个内地的经济来说呢 在下半年呢 增长速度都是慢一点 那所以变成了来说呢 就那GMV来说是比预期弱一点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但是反而来说呢 那个的就是我们叫Net profit 那个的数字呢 是明显地差了预期 那其实这个数字呢 你看得到呢 就主要是成本的上升都是挺大的的 那所以导致到利润率方面来说呢 就真的差了 预期都挺多的 那当中来说 应该都见得到会有不少的 在一些的市场的开支方面来说呢 是显著地增加了 那这一样东西来说呢 反而其实是令我们都挺关注的 因为如果是继续 业务擴張的时候来说呢 都有机会在这一方面呢 成本是会继续上涨了 从而就削弱了在那个 益利本身的增长 那就是换句话说呢 就算收入继续走得快也好 那成本增长也都是再快一点的时候呢 变成了利润增长速度呢 就相对而言来说呢 就会是走得不好 我们原先预计这么快了 那这个来说呢 我想也是今天的股价 就是逆市下跌的主因来的 嗯 的确画面都见了 它的总营收成本又升了五成四 销售以及营销开支又升了超过1.4倍了 但是你看它那个抖音上面关注的人数 其实是慢慢增加着的 也都升了成三成这么多 它近九成的收入呢 就是来自这个自营产品和直播电商的业部 它这些自营产品都相当多的 日用品又有食品又有数量也都很多 所以就见到它那个GNV有一个增长在 但是顺利这方面就刚才说是因为那个成本始终有上升了 公司就解释的就说 因为它们自营产品那个存货的成本 和运输的成本都增加了 所以销售以及营销开支就大增了 这一方面我们作为投资者去看的时候 是否当是一个初期有一个比较大的投资 一个投入在这里 其实可能很快就已经可以消化得到这些开支呢 这个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因为要令到人去认识这个品牌 初期那个推广方面来说 就要花一些的金钱 希望推广到一个沉面的时候来说 就不需要说再继续花那么多钱来继续做那个推广 那也都可以达到的效果 所以变成开支有机会会减少 从而令到那个利润提升 但是问题就是说是否如此呢 因为如果你可能其实当中你卖的产品里边 其实都是很大的竞争的 你一不做推广来说 其实你的竞争对手就会跑出来的话 其实到时候你那个成本是很难下到 那另外来说就是在运输 和在应该做一些的仓库方面来说 都是有个开支在那里 那这个就要看看公司未来的发展 那如果你那个仓库的点是越起越多的时候 每起一个点你都会加到一些存货 那而加到的存货方面来说 也都是一个挺大的成本来说 那还有如果你每一样 其实做一样新的货的时候 你就要再加多一些 在那么多的仓都要加多一些存货的时候 其实这个对于那个流动现金的状况方面来说 都会是一个压力的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们除了要看它的成本 会不会有一个上升之外 其实都要看它的成本上升 是会有机会影响现金流的因素 大家都要关注的 同样拿着它超过五成股份的新东方 出了一份挺好的业绩 那但是未来会不会因为 东方因选而受到拖累呢 那我想就是两样东西来的 那因为如果你看新东方来说 它主要就是用教育 那而教育方面来说 它特别做得好就是一些 譬如说扮你参加海外就读 去一些的考试的准备班 那那个人数方面来说都增加很多 还有另外呢 开班次都是开得很多 那这方面我觉得业务继续都可以增长 所以我就不太担心就是99001 那个业务是会令到 反过来对1799有什么负面影响 那反而来说呢 我想1799的不明朗因素比较多些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好教育 另外直接只是买99001 就会比较好些了 对1799的不明朗因素比较好 那是什么 对1799的不明朗因素比较好 那么我现在就去试试 好不明朗因素比较好 那就是创造了